农艺年节前夕玉璃镇今天清晨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 一名攀姓男子昨天深夜不知道为何衰落到大排水沟 而今天上午10点多民众的发现也立即报警 赶抵现场警销人员发现男子已经明显死亡 而至于详细的原因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厘清中 玉璃镇新国路旁这一条大排水沟内 有一名男子躺在沟底一动也不动 命众发现后立即报警处理 机会通报赶到现场的警销人员 立即架设梯子到一米深的大排水沟下进行救援 不过发现该名男子已无呼吸心跳明显死亡 经现场民众指认表示 现年40岁的潘姓男子昨天晚间与朋友在槟榔滩饮酒唱歌 直到深夜11点多离开未再返回 直到今天上午被人发现 城市在一旁的大排水沟底 警方初步看见现场没有打斗迹象 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 而潘姓男子身上也没有明显的外伤 全案已规定报请跨离地方检察署相验 记者是玉兰玉璃震采访报道